Hello大家好,我是羊子招 之前有朋友留言想让我做一期北伐枪 他想知道为什么北伐枪这个阵容它的强度一直很有限 今天我就根据我的理解来详细解读一下 北伐枪它这个阵容可以说是配置要求特别高的这么一个阵容 因为理论上北伐枪最好的配置是 诸葛亮带赞壁其风加草船借鉴 光是这一条就已经是劝退了非常多的人 毕竟草船加上赞壁可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减伤战法 然后观星还需要配备千里走单旗加上刚勇无前 有的人会选择带威谋弥抗 但是千里走单旗对于观星来说是一个刚需战法 如果你的北伐枪想要打出一些战功还必须要带千里 最后就是我们的张包 张包它的配置也是相当的高 需要带这个畸形阵然后加上飞弓制胜 在没有飞弓之前呢是带这个青州兵 有了飞弓之后呢几乎都是带这个飞弓制胜 光是看这个配置啊就感觉这个配置啊 它已经是高到天上去了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高的配置 但是呢我们配上这么高的配置 我拿微信小程序算了一下它的评分是多少呢 是连80分都不到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这么一个凄惨的这么一个状态 可以说北伐枪是你搭进去非常多这个优秀的战法 但是呢它的整体强度依然不怎么高的这么一个阵容啊 那么大家一定就会很好奇 为什么我上了这么多优秀的战法 然后呢北伐枪还能够互相形成联动 理论上应该是很强的 但是为什么它这么弱呢 实际原因呢就是因为北伐枪它的面板不行 首先成像本体它的这个统帅值是很高的 但是进了SP成像之后呢 它的统帅值突然就被砍了一刀 原本呢成像应该是有200以上的统帅值 但是SP成像呢只有185的统帅值 而且速度呢也不是特别的快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 由于北伐枪是需要SP诸葛亮拿一速的 也就是说诸葛亮是要加速度的 它的速度必须是全队最快的 那么本来它的速度就比较慢 需要在速度上面额外加点 然后呢它的统帅值又比较低 还要做主将 挨揍的时候呢就会更疼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关心啊 关心它的这个面板就更可怜了 它只有198的武力 155的统帅 108的速度和113的智力 尤其是关心作为整个北伐枪的核心输出 它的这个武力值实在是太低了 要知道啊像关羽啊张飞 他们是有220以上的武力值 也就是说你一个点藏两红的关心 才相当于一个白板关羽 它这么一个武力值 可以说关心它的这个武力值是相当的低 由于它的这个武力值比较低呢 它的这个输出能力自然也是有限的 除非你是点藏满红的关心 那另当别论 但你只要是这个红度不够的话 它是根本打不出伤害的 然后呢张包它的面板数据也不够 武力值201 统帅值162 智力76 可以说它对谋略伤害的抵抗性非常的差 在这里呢大家就可以发现啊 关心张包它的统帅值都比较低 然后呢张包自己的自带战法又比较严 如果成像发挥的不好 没有让张包尽可能多的打出这个抵御的话呢 那么整支队伍的抗性呢就会比较差 然后由于面板的孱弱啊 使这个北伐枪它在输出和这个生存能力上 都有很大的压力 这也是为什么北伐枪它的强度一直都不是特别高 尽管啊策划一直在加强北伐枪 但是北伐枪基础值实在太低 你加成再多 其实它也不可能把它拉到这个T0级别的这么一个阵容 这也是为什么北伐枪它不强的主要原因 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关于这个北伐枪为什么不强的一些详细解读啊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的建议是呢 除非你是点藏满红 否则的话呢不建议玩北伐枪这个阵容 毕竟啊它占用的资源实在是太多了 好的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再见